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 花莲市公所11号以及12号一连两天 邀请到花莲县长青书法会 展开了前年前的送春联活动 录时都为的书法家现场辉豪 让民众可以挑选风格 免费客制化的独特春联 花莲市公所前出现不少人潮 他们全都是要来免费客制化春联 花莲市公所11 12号一连两天 邀请到花莲县长青书法会 展开年前的送春联活动 由理事长唐大黄带领十多位书法家 在公所前广场提笔辉豪 让民众可以挑选风格 免费客制化独特春联 今年第一次来就是市公所这边拿春联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每一位老师都很有他们自己的特色 很可爱他还有画一只兔子 因为今年是兔年 我们是加了台湾 也是台湾的媳妇啊 所以在越南我们也是很喜欢那个贴的春联 我们觉得是很有意思 看到前面的门贴的是春联 觉得春联 这样看到这个过年到了 这样看跌的是过年到了 市长卫家燕也表示 市公所长年以来都会举办赠送春联的隐形村活动 除了增添年节气氛外 也期望借此提倡传传统文化 唤起大家对书法的重视 那在这个农业年前然后也希望说我们排队的民众能够自己写下自己新的一年的属于自己的一个吉祥的用语 那在这边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唐理事长带领那么多的大师来到我们花莲市公所 那未来我们也期盼能够持续的办理下去 那我们今次为期2000的时间 从早上一直到下午的时间 那中午有休息 那也请民众如果有需要的话 来到我们花莲市公所 我们前面我们来做一个排队来领取的一个部分 广场上满满的排队民众让在场的书法家一刻都不能闲 民众拿到客制化的创意春联也都爱不释手 而卫市长也提前与市民朋友拜早年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兔年行大运 记者许丽晴花莲市报导